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筛得就是定语的意思 现在呢我们来先讨论一下定语的位置吧 所以呢请大家来看结论 结论就是单个词在前面 短语或者以上的内容要放到后头去 所以这是理解定语从句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所以一句话句子做定语就叫定语从句 先行词简而言之就是先出来的那个词 那其实先出来那个词就是被修饰的词 所以简单的说来先行词和被修饰的词是一样的身份 可是这个关系词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需要根据先行词的身份去确定的 比如说先行词也就是被修饰的这个词是人 那好我可以用who或者是who这两个词去修饰 如果先行词是东西是物体 那我就用这个词which来这个引导和连接 当然还有一个最万能的词就是that 它不分人或者是物 反正用它都是可以的 什么叫这个定语从句呢 就是句子做定语呗 喜欢我朋友的正好是个句子呗 所以这是个定语从句 那么先行词是谁呢 就是被修饰的词 也就是这个人 内人就是先行词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是要把内人调到前头来 因此这个句子得这么说 he is the man 然后加上这个定语就是喜欢我朋友的 叫who loves my friend 所以呢再理顺一遍 这里面先行的词是内人 所以内人就叫先行词 当然也是被修饰的词 然后呢因为内人是人啊对吧 所以我们是要用一个词who去引导 或者去连接它 叫做who loves my friend 这就可以了 这就搞定了 所以说在定语从句当中 其实这些个零部件 对于我们组织句子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在这个句子当中呢 先行词也就是被修饰的词 是那个漂亮姑娘 然后呢关系词是who 当然我也可以用that来表达 对吧 先行词也就是被修饰的词呢 就是内谓男士 然后这里的关系词是who 对吧 好了明确了 呃这三句定语从句呢 它们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肯定要不然在最后面 要不然在中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很简单 这取决于你要用句子去修饰哪一个词 你想 如果你要用句子去修饰 呃句子的宾语 或者是表语 那好定语从句肯定在后边 你不要觉得定语从句在后面 或者在中间就有什么大不同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在哪儿都是可能的 我说的就是后面和中间哈 实际上呢 在现代英语当中 口语当中 我们一般都只用who 这个关系词去 使用who的情况 其实没有多大的约束 也就是说 只要是先行词是人的 我基本上都可用who来引导 当然我在这说的是先行词做主语和宾语 其实它已经囊括了 呃这个几乎所有的范畴哈 更为重要的就是home 后面那个呃表述 大家需要清楚就是 先行词做宾语 the beautiful girl是先行词 做的是从句当中的什么语呢 主语 所以说 在这里我们就用who 这个关系词去引导了 这个先行词的beautiful girl 在从句当中做的是主语 所以我们需要用关系词who 就这么简单 the man这个先行词做的就是 定语从句当中的宾语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使用who 这个关系词去引导 the man这个先行词 在定语从句当中 或者在从句当中 做的是宾语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who 当然也可以使用who 因为who没有限制 对不对 这就是有关于who和home的区别 那再来重复一遍 其实零部件只有两个 第一叫做什么呢 先行词 也就是被修饰的词 它之所以叫先行词 就是要先出来 先行 这是第一个零部件 第二个零部件呢 叫关系词 关系词总共有四个 指人的可以是who home 指物的可以是which 当然还有一个万能的叫that 我把它总结成四个字 第一叫合并 第二叫颠倒 定语从句最核心的 就是合并和颠倒的事 定语从句最核心的事 就是第一 你要有这样的合并思维 第二就是你需要 非常娴熟的颠倒它的位置 就是颠倒先行词和定语的位置 这样组织于定语从句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 对吧 横线部分 也就是说定语部分 是需要用一个完整的句子的 去过定语 剩下的部分 仍然是要一个完整的句子 只要里外都是完整的句子 那就对了 第一步呢 我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找到先行词 就是谁是被收拾的词 赶紧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马上确定到底谁是定语 所以第二步就是找定语 完了之后呢 你需要把先行词和定语 是不是调个个啊 所以第三步就是颠倒顺序 最后做一件事 弄个关系词呗 who that which 一弄 然后好 这就搞定了 定语从句的功能 也就是说 你看 现在我们来总结归纳一下 第一点 什么叫定语呢 很简单 就是能够翻译成中文 白沙的的 就叫定语 对吧 OK 好了 第二件事 定语的位置 那通常情况下 如果说是一个词的话 那就放在前头呗 只要是笔词更大的 比如说短语啊 词组啊 甚至于是句子 那就搁到后头去 好了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什么叫定语从句 其实 呃 它跟以前所有的从句 都是一个概念 叫什么 句子 做定语 就叫定语从句 接下来是定语从句 的零部件 总共有两个 第一叫先行词 第二叫做关系词 那先行词呢 其实简单的说来 就是先出来的词 先行的词 呃 那阐述一下呢 就是被修饰的词 就叫先行词 所以以后出来先行词 和被修饰的词 说的是一回事 接下来是关系词 那关系词呢 咱们总共学了四个 第一是who 第二是home 这两个词都是指人的 当然还有指物的叫which 当然还有个外能的叫that 指人指物都可以 好了 接下来是核心 定语从句当中 你会发现最核心的事 两个第一叫合并 第二叫颠倒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 如何说出和写出定语从句 总共四个步骤 来复习一下 首先找出先行词 也就是被修饰的词 然后找出定语 接下来把这两个个 第二个颠倒一下 最后让这个关系词出来 这就搞定了 那最后一件事就是 定语从句语用功能 很简单 就是它可以让你去解释 描述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东西 我会发现最后一件事就是 剪定的语用功能